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師師師師財 講解一下這個Linfo5設定一些 就是從待機把螢幕喚醒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一樣點到設定裡面 然後設定裡面有一個是 進階功能的地方 點進去 然後裡面有一個remotion的地方 好 那大師是習慣 因為華碩以前有一個雙擊 呃 喚醒螢幕跟關閉螢幕功能 那大師會喜歡這個功能是因為 不喜歡去按這個電源鍵 因為電源鍵 畢竟是有一個耗損的程度在 所以 呃 避免讓它過度使用的電源鍵讓它損壞 雖然它的承受的壽命是可以到高達好幾萬次的 甚至千萬次都有可能 不過大家喜歡那種刷新螢幕的方式 然後一個是向上滑動畫性 這個是在大師的Line Phone 2 Laser 我記得是沒有這個功能的 然後 再來是 有一個是向下方轉進 這個我就沒有 就不是給大家看了 那 智慧接聽 就照字面上面講 然後 這個也不是 好 那還有一個是螢幕休眠的部分 那螢幕休眠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去設定說 呃 你要W的 W 要是開啟哪一個功能的應用程式 那大師先示範這個螢幕休眠的 呃 畫這個符號 會開啟什麼應用程式 那 好我們一樣先把它 代機 然後我們畫個1 那1 這個1 是我們的 手機 欸 不是是時鐘 講錯了 是時鐘 好 那我們一樣先畫個1 好 那他就會進入一個畫面 但是因為 大師用人眼 人眼辨識 那沒有 沒辦法偵測到我的臉 因為我現在臉是躲著 躲著 躲到另外一邊 好 那我們用指紋解鎖 好 他就直接挑到我們時鐘的部分 好 我們再一次 好 好 那 魂接鎖 直接挑到時鐘的 那這個功能 其實 嗯 個人覺得不是很方便啊 但是 蠻有趣的功能 個人還覺得這個 這個蠻好玩的 還有一個向上滑動 就是 喚醒螢幕 好 來我們先 雙擊 好 雙擊開 這個是一般的 模式嘛 好 那向上滑動呢 好 從這裡 好 這有時候感應不太好 再一次 好 有了 這是向上滑動 這個 你看 有時候 有時候會 出不太來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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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應該是這樣 這個 不建議大家用 很慢 好 還有一個是 好 我們看一下今天功能 裡面的NEMONTION 好 那我講完了 OK 好 接下來要講的是 我們的指紋手勢 那這個指紋手勢是 是只有LENFON5 這款的手機才有的 2018年初的這款手機 那有一個是 刷指紋的 呃 顯示通知 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我們指紋的後面 這邊 我們只要往下滑 就是開啟我們通知列 欸 就是 那個設定那一列 那一列 就是這個 這個地方 功能列的部分 往上滑 久不追逐 好 好我們看一下喔 往下滑 再往下滑 再往下滑 然後可以往上拉 好 來正面給大家看 好 再一次 正面 往下 再往下 可是往上呢 就只能 全部往上了 齁 它沒辦法 像指紋這樣 往上 回到這個欄位 再往上 全部回去 手勢的話是 有兩階段了 可是指紋的話 往上是沒有兩階段的 這有點可惜啦 好 這個不能左右 指紋是不能左右滑的 我覺得這個 沒有做左右滑 蠻可惜的齁 因為左右滑 可以 往上 它就往上而已 往下 往下 可是左右不行 這個 大師覺得有點可惜啦 左右不行 有點可惜 不知道未來會不會更新 把這個做進去 好 那大師這次 就只想講這兩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是我們的 Nemotion的 這個 等一下喔 快速操作的部分 拿起手機機格查看 我們點進去 好 它就是原本的平放 拿起來 就可以喚醒螢幕 然後就可以做 那一點辨識 那因為大師現在 連在我們鏡頭後面 所以不方便囉 呵呵 所以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好 我們要關機 耳帶機 好 從平面的地方 拿起來 好 我覺得這個有的時候也不太靈敏啦 好 有沒有 喔 有了 喔 試了兩三次來成功 這個也不建議大家用啦 可是這個 也算是方便啦 喔 有了有了 可能是拿的角度或是 沒有打到它的 聚生蛇的什麼感應吧 好 那 大師還是比較喜歡 這樣啦 很方便 這樣就好了 我不用再做什麼 熟識了 我最討厭做我熟識了 這個什麼啊 直接點兩下不是比較快嗎 那我再按這邊就好了啊 可是因為這是取代這個 我們的 機械的 機械按鍵的壽命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式 軟體的方式去取代 這個 按鈕的部分 好 那 就這樣囉 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到左下角的 圓形的圖片 按下訂閱 右下角的 紅色框框的 訂閱按鈕 以及鈴鐺 把它打開 這樣子我更新影片之後 你就會追蹤到 最新的更新消息囉 謝謝大家 這集的收看 來拍下 來拍下 拍下